好 智偉有一些話想跟我們的支持者說 首先我要感謝每一位溫暖支持過智偉的朋友 真的很感謝你們 真的很感謝 謝謝 我們下一步會支持王世堅嗎 那因為民調只差2% 會不會考慮脫黨 我們剛剛有看民調的數字 其實裡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們的電話通數 其實支持度很強 那我要跟大家報告 只要是民進黨提名的候選人 何智偉一定全力以赴 何智偉都會全力以赴的幫忙 所以不會有脫黨參選主席 我從參選 當時候應該是這樣講 我從當時候補選由小英主席徵召 一路到現在 我都是按照的機制跟黨內的共識在走 所以這個不用擔心 小千問一下這次初選 你會不會認為是全黨在打你一個人 其實這一次的初選 來了很多好朋友 到處都幫智偉 那真的很感謝 我們黨內很多朋友都有一直來 然後在社群媒體內部都幫智偉他 其實受到很多很多的關心 很多很多的幫忙 每一份智偉都放在心裡 感恩在心裡 真的謝謝 有剛剛這個王世堅這邊來聯絡 我們目前我還沒有接到任何的電話 但是我相信應該很快會聯絡上 那謝謝 未來兩個人有見面談整個聯絡嗎 如同我說的 只要是民進黨提名的候選人 智偉 一樣當做自己的選舉再努力 那我們過去 像我們大同區的里長 當時我們這樣輔選 百分之百全部當選 那我們的議員 我也都有去輔選 都有去幫他們加油 當時候我的對手 我也有去幫他 一夫一腳印的幫他走 那我覺得 今天是恭喜 也是感謝的一天 謝謝 感謝 議員今天民調贏過何志偉 心情怎麼樣 當然是很好 因為不是我一個人贏 我代表的是基層 大多數民眾的心聲 還有我在議會 在政治上 這麼多好友 他們大家共同的期待 那我是有點意外 因為我這個手機 我不小心 不曉得怎麼搞去按到飛航模式 所以那個 早上尤其到那個 10點要揭曉的那個那段時間都靜悄悄的 那我想說哇 靜悄悄那可能就是輸了 所以我就也沒有抱多大的期望 所以我是真的很意外 不過這個 我覺得這一次初選的勝出 是另外一個重責大任的開始 因為我必須要趕快再努力 一方面 再收集我自己選區 基層民眾各種的心聲 二方面 我必須好好的打贏這一場大選 而且這一場大選也必須來幫助我們的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能夠贏得大選勝利 那這一次參選過程其實 大概是我所有歷經這麼多次參選 還有幫別人助選之下我看過 那可以說最艱巨也讓我看到最難過的一面 我看到了邪惡 但是我也看到善良 正義打敗邪惡 何志偉別鬧了 省省吧 先照照鏡子 看一看自己是什麼樣子 社會自有公斷 你不要浪費司法資源 一哭惡鬧三庭告 你們這一群惡魔 這是造成司法資源被濫用 糟蹋人欺負人 還濫用司法資源去抹黑去製造新聞 這樣子的人一而再再而三被縱容 但是你碰到王世堅你踢到鐵板 別鬧了 省省吧 一哭二鬧三庭告 這就是他們家的招式啊 他們家告人的案子何其多 呵呵 欸 何志偉 法院不是你家開的啦 再怎麼有錢 也不能藉由提告 來轉移焦點 應該被告的是你 喔 你就針對 你被告的案件 原由你好好去做出說明 那你這樣濫告濫訴的結論 像我我是不會輕易放過他 他這樣濫告我 我會提無告 本來我今天是一早來 我是在想很高興 如果今天能夠抽到今天民調 我本來是要來表示 我跟宜君議員同樣都要來表示 說 欸 那民調今天做初選 今天就結束了嘛 那是不是 欸 我們眼光向前看 喔 初選之後有了勝負 那如果我輸了 我願意幫贏的這一方 打贏這一場選戰 那當然相對我也希望他們輸了 那大家有風度 那麼他們來幫我 我們民進黨一起展現我們的團結 那本來我今天是要這樣跟大家報告的 喔 那沒想到說他又來這個方式 很意外啦 喔 那麼一般啦 真的 有錢人家 大戶人家 也不會說 仗勢著 這種財大氣出 隨便提告 但是他們可能比較特殊啦 那他現在一說要提告 剛才馬上我手機就塞滿了 我還沒看 可能是要舉例說 他告了現在有多少的案子 那麼我個人認為這是濫用司法資源 喔 這是很不好的事情 那麼我希望齁 他們到此為止 因為他11點要告 我希望他自己小心斟酌 因為我王世堅 我其他事情都可以放下 但是你侮辱糟蹋我的事情 比方說你現在要針對我提告 告什麼呢 那告我一定是提你無告 因為你講這些事情 都是胡說八道 選舉語言 那非常沒有道理 因為你什麼時候要去告他無告 我看他要怎麼樣一個告法 喔 如果是事實上 事實上 他可能也虎頭蛇尾吧 所以我再一次講 如果何志偉要提告齁 我面對面我會跟他說齁 別鬧了 省省吧 議員你剛才有提到說 本來是要來呼籲說 寫後可不可以就是團結這樣 不過現在聽起來好像是 不太有這個可能的事情 他如果提告 怎麼會有可能呢 那因為提告 那其實我不但要辯駁 而且我會講出一些 他很惡劣的地方 我們先前 事實上也都沒有再多提 因為我們畢竟希望說 這只是個初選嘛 那為了選舉 有必要這樣嗎 那但是 他們家的紀錄實在太多了 為了選舉 我們台灣社會 本來的厚道 善良 慈悲 那這些通通被他們撕裂 不是這一次而已 太多次太多次 現在光是我們黨內 幾位前輩同志都被他們提告過 那我在擔任議員這麼多年期間 也有很多小市民被他們家提告 那是很惡劣的事情提告 那這個他們心裡有數 最後人家有找到我們這些公職 或者找到義務辯護律師的 都 人家 還好 即時 都有 擋住這樣子 一些 不法的處分 然後都有得到平反 我想他們家很清楚 不能說 財大祭出 那豢養一些 願意幫他們出面的法律人 那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所以我再一次 我再一次 還沒去之前 我再一次提醒他 何志偉別鬧了 省省吧 我再一次 我的目的是 天父 那我把它轉了 就是 那天 我們 全部 他 用 衣 嚇